男嘉宾王先生65岁来自黑龙江退休 来 有请王先生 有请 女嘉宾王女士65岁来自黑龙江退休 来 有请王女士 有请 两位都姓王 说结婚有40年了 对 今儿来是 我有很多的委屈 很多的男 我刚刚楼下跟着他 我瞅啊 这女的怎么上边瞅他 下边瞅他 那头大老丑的 我心里吧 这行是 这个人认识你是咋的啊 我问他他说不认识 这么多年就在心里 杨禄有个结 这啥结啊 那你说 这长得帅人家看他一下嘛 那你是不是有关系啊 那你怎么跟他你呢 他都不跟别人啊 帅啊 这个事吧 我跟他说 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 那是什么人呢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他要说的这个人是单位的同事啊 还是我们的邻居啊 您都不知道是吧 他始终就是 诬赖我 我可没诬赖你 有回咱家有事 我上单位找你了 跟你们单位碰见那女的了 是啊 有可能这是 我分不太清 可能就是邻居啊 反正是我 没做对不起他的事 不是 这事多少年了呀 这事是三十多一点时候啊 这不都六十多了吗 那这个事我也可信 这不反显长吗 因为这个事吧 憋气的我有病了 什么病啊 憋气的我就成天老心是 完了有一天上完班回家吃完饭 第二天起来不会冻的了 浑身疼 就一点也冻的不了 疼的你也真的 那个滋味是没法说的 就为这个事 老憋气 老心事 就不能冻了 后人家就不冻的了 就浑身的肉全都疼 大夫怎么说 医院都看了 人家说就是你生气憋火啊 可能就是窝那会儿了 那就是这些肉疼啊 哎呀 咱们可别生气啊 气声大了 冻不了 那后来怎么又能冻了呢 后来他那个领的我到处 这个医院都看到了 完了就是说是又去按摩又啥的 完了就是我就双拐 一点一点好了 那说明大哥不错呀 不是 还有啊 他那个把我背整外头去了 他去上班呢 那雨有一天哗下的 那给我交的 我连躺了在雨交的我 那时候我都心里说 你说我活的干啥呀 就这么教我 那你说他又能回来 说给我整屋去 我也不至于招这么大罪呀 家离单位特别远 因为这他有病 我给他搁自信车推着他 求医问药 各处看病 看病的时候 人家都说得 启曬着太阳按摩 咱检查那个手表 零件不好使了 这着急坏了那零件 这赶紧的 没办法啊 现去买不行 家里能给他换上 这朋友同事的事 也得咱得尽上心呢 是是是 这给人整好了 给人擦完油 你一叫上油 给人送去 想被人打错了 你关锈表吗 你还收拾锁头呢 家里大锁小锁的 给人配钥匙 给人修锁 修拾门锁 给我修外头了 我进不过 是 这个是吧 你说修锁都是自学 没有老师教 难免就出现一些失误 这就是 感觉失误的时候 这个锁不好使了 开不开了 着急 越着急越开不开 那你说进不来 找个开锁公司开开了 开锁公司不花钱吗 他是不是得花钱 那你不买那个东西 哥那咱家过日子 是不是能宽度点 那也影响不了 还不影响 那谁帮你一把呀 那这都过去了 这老范小强 三位有的同志 人家上外边去开厂子去了 因为他有手艺 让他去 他个单位一个月 挣几百块钱 人家出去一天 就给他好几百块钱 他不去 他不去 我说你就去吧 咱家住房去的日子 你就去吧 死活不去 完了整个日子过的 儿子结婚时候 我俩把我们住 那个三十二米的房子 倒出来 给孩子结婚 娶媳婦 完了 我俩又管朋友 和亲戚借钱 买了个二十八米房子 到现在那么住的呢 到过年过节 儿子 孩子 媳婦都回来 没地方住 一共就二十八米房 连厨房什么在那 搁那挤子 你说他要熟悉挣钱 是不是我们能宽度点 他就不去 是 是 是 为啥不去啊 当时那个年代 国营企业的职购 单位培养了这么些年 真本应该把自己的 全部的力量 都投入在这个企业里头 报效他 我个人的考虑 如果到私人企业那去呢 他给他创造了 一定的效益以后 我在国营企业这边 他们有一定的 那个腐力待遇 到那儿去了以后呢 那就是短时间的 他以后呢 也就不用你了的时候 你就啥也没有了 我是这么考虑的 明白 理解 理解 我理解您这个 但是您俩人肯定不理解 现在有房了吗 现在就二十八米房子 你说孩子现在 孙女上学三年级了 你说他当时 他要出去挣点 是不是咱能帮孩子 是 是 是 我俩就住二十八米的房子 是 现在呢 我俩从那个退休以后 就是省吃俭用 我攒点钱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二十年 我买一件衣裳没有 买一条裤子 买一条鞋没有 这么没有 明白 所以您今天来是要 想把这些苦水都倒一倒 对吧 是 您直接说不就得了吗 不 你说这么年 我跟他受了一些苦 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 今天带来了一个 本分的好人 在那个时代 尽自己的本分 踏踏实实实实实在在 本本分分地 为自己所在的单位工作 甚至不顾及 家人的一些感受 对吧 对 热热心心地 为邻居服务 有的时候 邻居家的事 甚至好比 咱自己家的事大 对 对吧 碰到了时代转换的时候 总觉得 要考虑过往的一些东西 所以没去跟那一步 结果发现 跟那一步的人都富裕了 咱的生活好像还在过去 老两口有意见 有冲突了 行吧 你们看看吧 我们一起进入 新疆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我觉得您这辈子 特别委屈 真是委屈 我真觉得 就是听你这个 我都觉得特心酸 要不就算了 你看下面 好多这个阿姨 好像对叔叔都挺有兴趣的 您要不就放手吧 好吗 阿姨 阿姨 你好像还舍不得是吧 因为这么多年了 过了吧 你说她是老是 还本分 对 在咱最难的时候 咱瘫痪不能动的时候 明天被咱到处医院去看 还整孩子 反正还想到这一点的 您看看 您刚刚说的时候 您都没说这些 我一说有别的 这阿姨们 您就着急了 是吧 把这些好又想起来了 平时您跟叔叔交流 是不是也老抱怨他 老指责他说 我这辈子跟了你 我算是倒了霉了 是 没 想个一天服 对 你说的全是这句话 是 您有没有试着 刚刚就是这段话 你说 哎呀 我瘫痪的时候 你看你竟照顾我了 哎呦 我这心里啊 特别温暖 你跟他说过这样的话吗 没有 叔叔他没跟您说过这话 刚刚你是第一次听到是吧 对 你什么感觉 终于他能理解我 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他的委屈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 因为啥 我的忙单位的工作 这站的时间太大了 所以对这个女人来说呢 照顾家 照顾孩子 就像赵川说的 那个年代 因为我是七十年代生的 我在一个工厂里生活 我知道 那个时候的工人师傅啊 都是以厂为家 家里其实基本都是女性 在带孩子 或者有外婆 然后一辈子就 谢谢香达老师 来 这么些年了 你是不是不辞辛劳的 治理这个家 到晚了 我非常理解 因为只有你 这么做了 我才能办会 能更好的工作 我呢 向你表示感谢 今后呢 咱们的日子呢 我就想 安安稳稳 平平安安 简简单单的过来 通过刚才这老师们说 我也想着 在我俊南的时候 你背着我 这儿那儿看病 还管孩子 我现在 行得到了 为了今后 咱俩这么大岁数 也不容易 过这么多年 还跟你就这么 一个孤独过去吧 来 请亮灯啊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了解一下 这对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在一起 谁让我们相遇 以后的日子 我们一起相依 我会成长你 我会从容你 谁要欺负你 我就站出保护你就在意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谢谢两位 辛苦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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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 请回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